今天是全國烈士紀念日,各地都有隆重莊嚴的紀念儀式 緬懷革命先烈可歌可歌的時跡 但我們接到少慶廣寧的觀眾報料 環位於廣寧縣城的烈士令員 竟然被一些賭徒佔據,變身成為一個大賭檔 由壯家公然設賭,有人專門是看水的 整間烈士令員被搞到烏煙瘴氣 就算今天是烈士紀念日,亦都絲毫無礙賭徒壓慶 到底有沒有那麼離譜呢? 立刻看看我們今天關注的獨家暗房 今天下午三點鐘,記者開車趕到了廣寧縣南街鎮的烈士寧縣 在寧縣的大門口,七、八個中年男子正聚集在一個樓梯平台上 走近一望,原來他們在打啪 為何他們選擇道理道線呢? 那裏有些人流,他們小朋友來組織的 報料人說大門口這一個只是小賭檔,真正的大賭檔在公園裏面 記者繼續往原來裏面走,當來到一個空曠的平台時 眼前的場景令我們嚇了一驚 幾個賭檔同時開賭,粗略統計,參賭的人員超過了50人 在平台的多個位置,還有很多是疑似把風人員在看場 有沒有人看水? 有的,有幾個看水,所以說你去到很難教人 記者冒險走近一個最旺的賭檔,這張檯被圍到女三層外三層 一個年輕的男子正在洗牌,不少人就手持大額現金參賭 在烈士紀念日公然在烈士寧原大肆聚賭 記者在15點53分撥打了廣寧院公安局的110報警台 我們等到16點25分,一個警察的身影都見不到 這個時候,我們另一名暗訪記者再次冒險進入烈士寧月 誰知這次就被看場的人員發現,並對記者進行跟蹤 為了安全起見,記者一行,唯有馬上離開 這個時候,時鐘指向了16點30分,從報警到現在超過了37分鐘 警察的身影依然是無出現 廣東台報導 這些賭檔,不是在深山大咬裡面,而是在遠城的鬧市 根據規定,報警三分鐘內就要出境 但我們記者報警,37分鐘,阿sir連影都沒有 你說呢,是不是當地的公安不作為這麼簡單呢? 背後有沒有保護傘呢?希望答案很快可以揭曉 的聲明